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漫畫狗 歡迎回到我的影片 今天這個影片並不是什麼打遊戲的影片 其實是一個可能我叫做新嘗試 但其實這種玩法未必一定會繼續推出的 我看看怎樣 純粹是我個人有些東西想分享 就拍這條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想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推斷過 接下來一個星期會出的魔物獵人 WISE 會出現的魔物 會有幾隻呢? 那我就在不同的獵物獵人 整合不同的魔物 亦是會在獵人獵人出現過 代表那些魔物獵人之後 會有些魔物獵人 加上之後我會做一推斷 會有機會在Trader沒有出現過 但也會有機會出現的魔物獵人 會是什麼呢? 那就是這條影片今天我們想說的 如果覺得好看的話 記得先按LIKE 或者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訂閱我 我快要開始拍這個魔物獵人的影片 我應該會跟之前一樣 在拍攝 我玩穿了任務單機 有機會會拍攝 有時候跟朋友去玩 看看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喜歡 那我們開始說 今集的內容 我們當然要先說 我們未來的魔物獵人 WISE 會出的新的龍 會有什麼龍 其實在Trader裡面 已經有提及過什麼龍 會在一段影片裡面 即現在看到這段影片 我們會清楚看到有幾隻 首先第一隻出現的 另一隻就是我們要玩版的DAMP 也有一隻連遊龍王 之後第二隻出現的 就是河童獸 新的綠色的河童獸 接著第三隻出現 就是那隻叫田狗獸 接著下一隻就是這個山妖 有點像日本的山妖 我們繼續看 這隻就是人魚龍 然後這隻就是雪鬼獸 整隻夜叉 這隻就是泥翁龍 還有這隻就是飛之珠 很多Trader都看到的 魔物獵人在Trader裡面都會看到的 而且在我們的DAMP 我們獵人很多時候穿的那套裝 都是他們的裝 好 後面我們剛剛閃過 看到這個怨虎龍 之前那一刻 那兩隻其實就不要緊 因為一隻就是冰藍 另一隻就是雷藍龍 就是這樣 我們暫時肯定知道 會有新出的魔物 就是這八隻的魔物 但是在一些舊有的魔物裡面 究竟會不會還有什麼魔物 我們會有機會預得到呢 以下我會開始說 我們會在Trader裡面 會看到這個土砂龍 還有這隻的綠色 這隻叫做毒妖鳥 以及之後 我們會看到這隻飛雷龍 還有這隻呢 還有這隻呢 泥魚龍 還有這隻呢 就是這個叫做 塞鳥 應該是不是 毒火咒 這個位置 我們會看到 就是這個叫做 孟惡龍 我們也在Trader裡面 裡面也很盛重的見到 岩龍的出現 他的套著是可以變成 紅色的岩龍 赤甲獸 角龍 也肯定會有的就是 這個 呼嚕呼嚕 即是這個奇怪龍 現在營造 還有金獅子都無誤 在Trader裡看到大家可以操龍的時候 用殺技 開招威波器弓的 也都在這個雪山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看到有白兔獸 還有呢 綿狗龍 也都看到 轟龍 那 浦湖龍 在這個demo裡看到也不需要說 那我們也都在這條 武器介紹的影片裡面 在第一幕我們打這個 看到他用 介紹這個弓的時候 他們會介紹了 有毒狗龍 有棉狗龍的毒狗龍 也都非常合理 在這個 介紹雙刀的影片裡面 也有一個水獸 青銅獸也不用說 也在Trader裡 我們會看到 他會有霞龍的出現 這是DLC的下載 好 大概在這個 Trader裡面 會看到 有機會 一定會出 應該不會是有機會的 基本上在Trader裡面 可以出的 沒理由是一個遊戲 就是這些龍 那 以下 我想說一些 我估計他會出的龍 首先 也都是 有毒狗龍 有棉狗龍 其實 有機會會出的 就是狗龍系列 還有一個 叫做 跳狗龍 還有 叫做 普通的狗龍 跳狗龍 和狗龍 是同一個系統 即是他們的攻擊模組 是類似 只不過可能 多了一點點的攻擊狀態 跳狗龍 我沒記錯 是上一隻XX都有的 一種龍 這兩個 也是有機會出現的 剛才我們也見過 有 泥魚龍 泥魚龍 這個毛組 是存在的 所以 有這個 熔岩龍 是非常不奇怪的 因為熔岩龍 其實都是同一個 毛組攻擊系譜 即是 魚龍 水龍 都有機會有的 然後 因為有 岩龍的關係 其實 有幾隻 都經常會出現的龍 例如 黑海龍 出現的機會 都非常之高 然後 恐怖龍 因為他有一隻 猛岩龍 所以恐怖龍 出現的機會 都十分之高 都不太難 很難 有 還有 歷代的 代表著 那一集的怪 令斬龍 都很高 很大機會 然後 之後 另外 有一些龍 我覺得 他裡面 都沒有顯示 但也有機會有 例如 雪獅子 雖然 他完全沒有任何 有關於 有機會有 雪獅子的情報 包括 其實 在他裡面出現的獵人 裡面的裝備 都沒有 透露到 會有 雪獅子的情報 因為 看到的獵人 穿的裝備 全部都是 Trader 有出現過的 龍的裝備 另外 因為 有天狗獸的關係 另外 在MountainXX 裡面 有一隻 叫做 奇緣湖 我覺得 是有機會 出現的 因為他們的攻擊姿態 非常之相似 那 還有一隻獸 我覺得 他裡面 沒有任何類似的 模組出現 但 我覺得 很大很大很大 機會出現的 就是 鬼蛙 一來 鬼蛙 我認為 他的裝備 其實跟日本風 也是非常之有關係 因為 他的裝備 是一套鬼面 另外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 其中一條 Trader 裡面 我們 在這個 類似集會所 的 畫面 我們在這個位置 但是 那隻貓 坐著 那隻貓 就是一隻 Q版的鬼蛙 既然有一隻 Q版的鬼蛙 即是 某程度上 世界的世界觀 裡面 會有鬼蛙 所以 他很大機會 會出一隻 真的鬼蛙 給我們 暫時 我可以說 最大機會 會出的 怪 都是這些 有沒有更多 新的怪 或者 有沒有更多 我們之前 遇過的怪 會在這裡出現呢 特別是 古龍種 那邊 我們沒有太多 的情報 我們唯一 看到一隻 他們 應該是新的 古龍 那隻 龍 照顧看 他的毛組 會跟 藍龍 藍龍 是類似的 是非常之類似的 總之是一隻 飛的 飄著的 古龍 對 所以 這些機會 都非常之 出現的機會 很大 唯一 其實我猜 這一集 可能 在巨大龍 例如去到 老山龍級 那些龍 可能會出現的 款式 會是 有機會少 甚至 我有些懷疑 會不會 沒有 因為我們這一集 看到他 都蠻標榜 我們會是 有一隻 遊戲 玩法 就是 妖怪大進擊 一次過有 數隻 的 monster 會進攻 我們的城 我們好像 達不巨大龍 要用 武器 城池 的 炮頭 會不會 變成 我們這一集 只是玩 進擊 沒有巨大龍 侵攻 那些 這個機會 我認為是有的 有程度上 可能 可以節省一些 資訊 變成 增加 一些 我們平時 打的龍 本色 用這種取態 來做 遊戲 也有 不出奇 的情況 我們 也要等下星期五 正式版 推出的時候 就會失望 也希望 香港有機會 偷跑 好像 外國 已經偷跑 就 非常遺憾 我們 這集 說話 沒有太多 情報 純粹是個人的推斷 對於 Monster 的期待 想分享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估計 會有什麼龍 在這裏 沒有出現過 但 某些原因 你覺得 他會出 例如 我有朋友 說 他應該會很大機會 出連蟹 有連蟹 就很大機會 有連蟹 所以 沒有任何情報 但 他認為 有機會出現的 怪 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的想法 這條影片 就是這條影片 如果大家覺得好看 給個讚好 或是訂閱我的頻道 甚至按鈴鐺 我們下次玩 魔紋的羊 回來再見 拜拜